Hello Civic 8代的車友們大家下午安 今天要跟在8代9代 在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款 是CIVIC的8代 那這個版本是KT的道路版本 大概在社團裡面分享的 大概都是這個版本 因為在我們自家的粉絲團裡面 幾乎都不再開8代9代 因為8代9代的車友 還是再說一遍真的很 謝謝大家那麼的捧場 那今天的8代 跟之前安裝的版本都差不多 但是後面的話 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先來介紹前面好了 車主的話本來也是改裝的避震器 本來也是改裝的 但後面的話是做一個直捲式的彈簧 所以它的路感回饋的話 今天車主的訴求 是要再稍微舒適一點點 我們背景聲音會比較吵 因為都陸續還在施工當中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車主的話觀念也都很棒 第一個也改了17吋的輪胎跟鋁圈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市面上 車友最受歡迎的吧 應該是米其林的PS4 這是215 457 那車主的話也已經有改了 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我們後方的這些零件呢 等一下再一併跟大家做介紹 這是車主本來車友本來就已經改裝的零件了 前面的話車主車友也本來有改裝了VTDR的多爾賽卡鉗 本來也已經有改了一些前面的避震器也已經做改裝了 今天換成KT的 但KT的話當然有幾個不太一樣的地方了 譬如說上座我們很了解清楚 8代跟9代這個上座很容易會有積水 所以這裡呢我們塗附了一個算是銀色的油紙 那這個油紙算是 它算是有一個防鏽的效果 所以我們看一下它原來 你不動我來拿東西好了 來來這裡這裡 這裡有原廠它原來拆下來的避震器 那所以8代的話我們常常會看到這個地方有生鏽 會逆光嗎 這個地方會生鏽 所以車主的話也很細心 在這個地方稍微有做了一個防水 那這個動作呢在8代9代的確 的確會延長它原廠的一個走程的壽命 那在上座這個部分如果有生鏽 其實也沒關係 只是我們愛車每個人來改裝KT 我們都很清楚 車友們都是很顧車的 所以我們會特別在這個地方呢 屠付上一些 這個算是也很高檔 這個一罐要三四千塊 這個算是鋁一千一 這個是很高檔一些防卡劑 好啊這個有一個KT的LOGO 把這個往上拔齁 就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防水塞 這個防水塞其實看不太到了 因為它已經變成是銀色的齁 有塗一些防鏽器的 所以把這個壓下去的話 從這個地方就能調整阻尼 那往順時針的話它就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齁 所以8代的話這裡維修孔掀開之後 從這個地方就能調整到阻尼了 那前面的話 道路版本嘛 所以道路版本的話 我們是配200長7公斤的彈簧 在這裡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 跟後面不太一樣 前面車高調整的話 是靠桶生可調的 本來車友拆下來的 也是一樣是桶生可調 那調整方式的話 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調整車高的方式是把這個銀色齒輪狀的托盤 往逆時針的方向旋鬆 旋鬆之後如果把桶生拉長的話 它的車高就變高了 如果縮短的話 它的車高就變低了 那這一部車 通常車友大概都是降低 大概剩下兩指幅左右了 所以它能調到最高 可以大概跟原廠一樣高 最低的話 大概輪胎到葉子板 大概剩下半指幅左右 那前面的狀況會比較單純一點點 所以車高的調整 就單純從它的長短來調整車高 那用料部分的話 KT的用料 就是應該算是最棒的 像裡面有一些很 攸關到產品使用壽命的油風 油風的話我們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風 也許有可能車友們 對這些油風的品牌不甚了解 但是如果講到避震器的話 應該大家很了解一個日本的品牌 綠色的Tim Tim的話它所使用的油風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IP的我們的主名有更高檔 使用的是一整桶從意大利進口IP的主名有 那油品的話它並不是 其實我們台灣有很多的像是在新竹的湖口 或者是台中的武器有很多的 它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但是IP的話並不是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它是一整桶從意大利進口的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 總總的表現都相當的不錯 那這台車上座的部分不需要再沿用原廠 KT的話就有附上座了 這是前面的部分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後面的話會稍微介紹的比較久一點點 如果車友們這台車的後面車高油要降很低的話 那就會建議要改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因為這台車它後方算是一個多連桿的結構 可是它後方的Camber這個角度Camber並沒有辦法調整 唯一有辦法原廠有一顆偏心螺絲 能調整的就是這個角度 竖角這個角度 但是竖角的話它能調整的幅度空間還是有限 所以如果車高有要降低的話呢 就建議要改仰角調整器 那仰角調整器車友的話本來就已經改裝了 所以今天的車高預計大概兩指半再多一點點左右 所以它的車高還蠻高的 但是我們一般SIVIC8代的道路版本 我們配置的彈簧是180場6公斤的彈簧 它的上進很大 還要合上它原廠的上部的一個彈簧上向底 但是今天車主的話 因為本來它這個東西就已經不在 所以我們有一個變通的方式 就是幫它改了一條 160場7公斤 但是它是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所以當它回彈的時候它的力道呢 會稍微有大概30%到40%的力道 會往兩場適當 那也會稍微比直捲的彈簧還會再舒適一點點 那本來車主的是用180場8公斤的直捲彈簧 那個設定的話會稍微比較硬朗一點點 所以我們今天會因為陰車的狀況呢 幫車主有一個不同的設計跟改法 那後方KT的用料部分的話 像這個防塵套 其實後方最需要保護的就是這個軸心 那一般來說原廠也有這個防塵套 改裝的話防塵套有可能會因為每一間設計不一樣呢 會有一個不同的效果 但KT這個狀況它是整個能夠把軸心包覆住 而且不會有一個密封的狀況 那水氣的話水 萬一下雨的話水不會激在這裡 所以第一個它的保護效果很好 第二個它的防塵效果也會做得比較好一點點 那後方整體的一個車高調整呢 並不跟前面不同了喔 它並不是靠筒身的長短去改變設高的 它是靠彈簧上方這裡有一個海流器 用這個調整機構的長短來改變設高 所以後方有一個特別的安裝的技巧 就是後方的彈簧呢 筒身我們如果這個筒身縮得太短 那它彈簧會預載過多 那就一定不好做喔 所以後方安裝的技巧就是筒身呢 不可以縮得太短 筒身坐得太短它彈簧就預載了 怎麼條都不好做 那今天的車友有問到一個問題還不錯 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喔 就是車友問說 那胎壓的話大概要打多少 那我們一般日系車在 駕駛座的門打開齁 在B柱的下方呢都會有一個建議胎壓值 那像215 457以原廠的建議值來說 冷胎壓大概32到33左右 是一個適合的胎壓 如果本來是原廠避震器的話 那正常的胎壓 太高或太低喔 其實它的允許範圍都還蠻寬的 即便打到38 41 40 它只是會造成它的低速彈跳 上會比較明顯而已 但改裝避震器不同喔 改裝避震器對胎壓的要求 非常非常的精準跟真要求 所以會建議大家 在改完避震器之後的胎壓呢 依照原廠的數值下去 做胎壓的一個設定喔 那整體調校起來的感覺呢 就會比較好做 那後面車高調整 我們介紹完畢了 換來介紹後面的阻鈴 軟硬的話要怎麼調整 那後方的話如果有看直播的話 它的阻鈴調整呢 是在行李箱裡面 行李箱裡面 我們從這個地方把它掀開之後 它的阻鈴 阻鈴是在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一個KT的LOGO 這個我們阻鈴棒還沒有調進去 所以就在這裡 就能夠做軟硬的設定 OK 所以這台車在阻鈴調整上 不需要拆到那一雙 那在調整上也還蠻方便的 那以上是今天CIVIC八代的安裝直播分享 那車友呢 有很多需要試乘的話 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如果對產品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詢問我們 那以上是今天的直播 謝謝 掰掰